大家好,我们下午学习一下全自动气体吸附分析一样 全自动气体吸附语主要用于材料方面检测 它可以测我们材料的比表面孔径和孔吸氯 可以测它的孔径分布一个情况 我们实验室常用了一台仪器 是我们这边的美国麦克仪器公司的ASAP2020的全自动气体吸附分析一样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仪器结构一个情况 仪器结构有三五文组成 这边是我们一个材料预处理的一个单元 中间是它一个冷颈 这边是它一个检测的部分 检测部分由两文组成 一部分是我们的样品管 就是装样的 另外一部分能测我们大气压的一个 测大气压数值的一个管子 这就是我们一个气体分析一个结构情况 那我们看一下距离怎么一个操作 那我们先把仪器电源打开 把它一个干泵跟分子涡轮泵的电源插上 使其出一个正常工作状态 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把相应的软件打开 好我们接下来打开那个软件 我们在桌面上有一个ASAP2020的软件 我们双击把它打开 等仪器自检通过啊 通过以后显示两个界面 这边这个界面呢是我们样品预处理的一个界面 这边就是我们仪器检测正常检测时一个界面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创建一个样品分析文件 那上面有几个菜单啊 一个是File菜单 一个Unit1 一个Report Option Windows 还有Help 我们在File菜单点下面啊 单击File菜单 然后打开Open 再一个Sample Information 创建样品信息 在File Names输入我们样品 样品的名称啊 那比方说我们输入的一个 一个 它这要输入是英文状态的 不能超过八个字节的 比方说我们输入一个LCH 然后单击OK 它这里提示出现这个文件没有要不要创建 我们点击4创建一个文件啊 在文件里面有几个 几个标签所需要填入信息的 第一个就是一个Sample Information这里 我们输入一个样品 样品信息啊 比方说我们今天测一个Tine的一个样品 然后Operation是操作者 谁操作的 我们输入操作者的一个信息 Submit是谁送的样品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还要输入的就是我们样品的一个质量 样品质量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称 这一个可以暂时先控制些啊 然后再一个就是第二个标签Sample Tube 这个就是我们样品管一个信息啊 样品管信息的话 这里有两个可能需要用到的一个 这里就是需要用到一个等温夹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填充棒啊 再根据实际情况测试过程中如果表面积比较大的 那我们不需要表面积比较小的话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填充棒的 等温夹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使用的 然后再一个标签就是我们脱气的一个状态啊 脱气 这里要输入几个信息啊 我们最主要输入就是我们需要脱气的温度 还有脱气的时间 就这两个信息所需要输入的 比方说我们输入 脱气温度是200度 脱气时间是两个小时 这信息输入 然后再一个分析条件 分析条件创建 分析条件创建 我们把它替代掉就可以了 然后这一印射图然就插入我们相应的点的一个数据啊 然后这里 这个也就是点击一下我们可以批量导入的一个数据 批量插入数据啊 比方说我们比表面几个点 五个点 比方说这里点入五个点 Port的五个点 BGH吸附的十个点 BGH托付的十个点 然后点击OK 它就自动生成这一系列的点 就是我们要需要测定的一个点 当然这个点可以根据大家自己情况可以增加或减少的 比方说这里有这个点我可以需要增加的 这个要增加就可以了 在打X的情况下说明这个点是选中我们所需要的 有些点如果不需要的我们可以把东西把它去掉 然后这里就是这个影射的就插入某一个 某一个值啊 比方说我们点击这里 然后映射的 它又插入一个一个数据值啊 在这两个之间插入一个数据值啊 在这两个之间插入一个数据值啊 同样 Delete一样的 我们选中这个 这样就把一个点删掉了 这样就把一个点删掉了 在Analysis Condition我们只要要求啊 要设计数据是BET Service Area 还有我们这边的BGH Adoption 这个数据还有个BGH Adoption 这个三项是我们对于我们整个测量过程中的数据是比较重要的啊 BET检测的过程中 嗯 它是根据相应的模型来进行的 我们常用的模型就是 就是BET模型啊 还有其他模型 比方说 像LonMuse Service Area啊 Teapot啊 之类的模型啊 这个是根据自己所需要进行一个相应的悬点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吸附的一个气体情况啊 我们一般是用氮气进行吸附附的 如果你用其他气体吸附的 在这里进行相应的应该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仪器可以吸附的气体有二氧化碳 有甲烷 氢气 这几种气体可以吸附啊 把所有信息输入完以后 我们点击一下Save 把创建的文件给它保存 然后我们把这个样品信息可以暂时先关掉 接下来我们就是准备样品了 然后我们取其中一个样品管啊 样品管是这样一个结构 它前端是一个塞子的 塞子前端有一个过滤的 过滤的 然后它这个塞子是单向导通的 当我们对里面的气体 对里面的材料机预处理的时候 把里面的气体往外抽 但是里面的气体是进不来的 只有结束的时候 用这个顶针把自己戳开 那气体才能进来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样品 装入到这个样品管里面去 我们再来打开天屏 等天屏自检结束啊 然后我们放入称天屏的一个托盘 对托盘进一个清零 再放入我们的样品管 等天屏自检结束 等天屏测好以后 记录一下空管的质量啊 然后我们加入背侧的样品 那我们把塞子塞回去 再称出加了样品的样品 加了样品跟样品管一起的质量 记录相应一个数据 我们再把这个样品管 放到仪器上进行一个托气处理 我们先取下仪器上的一个保护罩 然后我们把样品管装入到我们的托气口 装的时候注意 我们一个管子要往上顶 然后把下面的旋钮给它旋紧 旋紧以后 我们套上下面的一个加热的加热包 再用这个扣子把它扣紧 防止这个加热包掉下来 接下来我们也有个托气处理 刚才我们从文件已经创建完成了 我们接下来托气处理 只要调用刚才的文件就可以了 那我们打开Unit1 再一个StartDegase StartDegase以后 在这Sample里面 Browse找到我们的一个文件 我们刚才创建的是一个LCHSample 然后单击按OK 这个文件就信息在这里 那我们点击Start 这样这个仪器就开始一个托气处理了 托气时间就是跟刚才我们设定的一个时间 两个小时 好 现在已经托气结束了 我们点击OK 结束托气 那接下来我们把样品管从那个托气口里拿下来 装到检测口里去 那我们先把夹子拿下来 再把加热包拿下来 再把样品管拆下来 这样子 样品管装到检测口之前 我们装入要一个等温夹 等温夹的作用呢 使我们样品管上下的温度均匀 然后我们把样品管装入到检测口 装的时候注意一定要压平管顶到顶部啊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冷井里面装入液蛋 装液蛋的时候要注意啊 因为液蛋是一个低温的 所以我们要穿上那个低温手套 防低温的手套 我们把液蛋倒入到这个冷井中 然后我们把这个冷井挂到那个架子上去 挂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点 防止它那个冷井没挂然后掉下来啊 好 挂好以后我们把上面的两个保温的给它盖回去 这样呢我们冷井就准备好了 我们把框带撑的质量填到我们的分析文件中去 我们在file open sample information 打开刚才那个文件 填入我们刚才称的质量 可以选择计算好填到这里 或者让系统自己计算啊 空管的质量填入 然后下面填入加入样品后的质量 系统自动自动计算出我们所加入的一个样品的量 我们单击是进行保存 然后再关闭这个样品文件 那我们下来就开始分析 我们点击unit1 再单击一个sample analysis 找到我们那个分析文件 点击OK 然后在file这里我们选择 instrument 不对呢 哎呀又不对又不对 他这文件一点就没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分析啊 我们点击unit1 然后点击sample analysis 试一试 找到我们的一个分析文件 点击这个文件啊 然后单击OK 然后单击我们这里 这里有个start 单击一下 仪器开始自检 我们把file这里切换成 instrument schematic 这样呢就可以看到仪器里面的 发门各个一个状态啊 那现在是开始一个抽真空一个状态 仪器先把 系统抽成真空啊 然后缓慢 缓慢往里填充 淡气进行一个吸附检测过程啊 这个检测过程 持续时间比较长 一般正常检测可能需要 三四个小时啊 等它会自动完成一个检测 仪器测完以后 它会自动弹出一个报告啊 报告由 我们由这几个文作成啊 首先第一前面就是一个sample report 就是大致一个我们样品分析以后 它得到一个笔表面 这笔表面有很多一个数据啊 我们常用的就是我们BET设备实验量 把这个数据记录 就是43.78 58平方米每克啊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孔径啊 孔径一般用我们吸附一个孔径啊 一个BGH adsorption孔径 孔体机 然后孔径是我们下面的一个数据 也用这里有一个在吸附状态下测的孔径 还有一个在托付状态下测的一个孔径啊 这几个数据可以记录的 再一个就是其他的一个一个数据 这就是我们全部测的一个数据情况 这个就是我们吸托付一个曲线 这个就表示一个吸附的 这表示一个托付 它是这么一个状态 先上去再下来 形成一个环啊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吸附托付曲线 进行一个不同的一个数据处理以后的一个一个数据啊 那报告 这个就是报告我们需要怎么一个导出呢 这里需要有打印啊 打印 那我们一般用PDF打印机打印出来 保存到相应的一个文件下面就可以了 保存完以后我们自动可以看到PDF的一个报告情况 另外我们可以把这个相应的数据同样进行一个保存啊 这里有个save as 然后我们找到啊 保存的位置啊 保存位置 保存类型我们改成txt文件 单击保存 这样就是我们 把这个报告以两种形式保存 一种是PDF另外一种是txt保存下来啊 分析结束后我们把报告关掉 再把软件关掉 这样就可以结束本次的一个分析检测 好 本次分析测试到此结束 然后测试过程中有几点注意的事项 第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冷颈到液弹时一定要戴上我们这个手套 否则液弹溅到手上 容易使我们手受伤 产生一个着痛感 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升降机 升降机因为在测试过程中会有个升起风降下来的动作啊 它的下面是不允许放东西的 放到东西以后升降机降下来的过程中一直会转 然后会随快点一个电机 第三个就是我们测试过程中这个冷颈始终要有一定的液弹 如果液弹少的话 它这个测试环境就发生变化了 所测的数据就不准确了 这三点就是我们测试过程中所注意的思想 那这个一八月分析的介绍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